东方的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讲啊 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留了一道题目 就是这一道 不知道您做出来的没有 对这道题的解析有没有思路 是不是对我们前面所讲的 一些费用的规及和分配 比如说还包括 我们的完工和再产品部分 它的成本怎么分配 有了一点的感觉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把 上一讲留给大家的这道题 来一起看一看 好 假公司是一个制造业的企业 只生产和销售 注意是一种产品 那么它就不存在说 我总共花了十万块钱的材料的成本 但是要把它分到 A产品和B产品 这就不存在了 是吧 好 接下去看 产品直接消耗的材料 分为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 这些都没关系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小小的细节上的 一点点的小变化 你只要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原理 去做去就可以了 各月再产品结存数量较多 波动较大 公司在分配当月完工产品 与月末再产品的时候 好 关键的地方出来 它要考虑的是什么 完工的和再产的 怎么分呢 对辅助材料 采用月当产量法 假设再产品重货 发出采用的是什么 是月当产量的 然后呢 是价钱平均法 对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呢 采用的是什么 是定额比例的方法 好 告诉你 它都是怎么这么来的 就是 有什么 有这个叫月当产量法 也有定额比例法 我们说了这两种方法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考的最多的方法 它们都属于什么 比例分配的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好 这个有关的成本核算 定额的这个资料 如下 有什么呢 第一个 生产的数量 月初再产 我们说这条生产性 它存在什么 存在数量时候关系 月初的时候是300 本月又往这条生产性上 放上去到了3700 好 这个是总数 总数它必须要等于 完工的和债产的部分 好 完工 最后把它从生产性上 搬下来 最后月末 剩多少呢 剩500 好 这个是绝对数量上的一个 很冷室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一个什么 基础 就是你数量 怎么折算的 这个是一个基础 底下问题是 这里完工的和债产的 好像不等啊 不是一个东西啊 所以你不能直接把 3500跟500加起来 当然特殊情况下 你可以上架 那么怎么 怎么把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把它统一成一个 一样的一个数据呢 我们来看 第二项材料 主要材料在生产开始时 一次全部投入 辅助材料陆续均衡的投入 月末再产品 平均完工程度 60% 所以你看 他说了什么 主要材料 辅助材料 然后呢 他的方式 投入方式不一样了 一次性投入 陆陆续续投入 然后你看 这里交 刚才交代的是两种材料 对吧 这里对于 这个人工和制造费用 采用什么方法 他都说了 然后呢 这个又把材料的一些细节都说了 在底下再来看 单位产品工时的定额 定额 他不是后面是说什么 直接人工跟制造费用 他是要用什么 定额比例法吗 那么这个定额在哪里呢 那就在第三项的资料下 你看好了 产成品 对于人工这块 产成品 定额是二 所以我问你 所以我问你这三千五百个产成品 对应了多少个人工工时的定额 应该是三千五乘以二 对吧 对应了七千个定额 那么再产品呢 是五百个定额吗 不是要五百乘上这里的零点八 所以值是什么 是四百个定额 这个是定额 说的是什么 是人工 那么制造费用又要干到 根据什么定额呢 在底下 在这个叫机器的这个公司定额 好 产成品是一个定额 一个定额的这个小时 每只 那么三千五百个呢 定额是三千五 这个再产品呢 零点四 每只 在产品对应了零点四个定额 那么五百个对应的是多少 对应的是二百个定额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我们的人工 定额是多少 对于我们的人工而言 完工的和在产品不一样 不能直接加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支数 不同的支数 翻译成一个统一的定额 完工的七千个定额 在产的四百个定额 加起来七千四百个定额 这回统一了 这回是统一的 那么机器的这块呢 完工的和在产的支数不一样 这个不能直接相加 但是定额可以相加 多少 三千五跟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是二百 三千七总数的这个定额 所以你看他人工的定额 跟机器的这个定额 就是人工 算人工成本的这块 跟算机道费用的这块 它定额它是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分别计算 来把它就进行分配了 那么你说这个两个我会了 主要材料是什么 主要它不是材料 它不是说是一次性投入吗 一次性投入 我问你七末 就是总共产出的这块 就是说三千五百个完工的 材料有没有进去 肯定进去 它都完工了 对吧 那么再产的五百个 我问你 它材料有没有进去 开始的时候一次性进去 所以再产的那五百个 它材料也已经全部投进去了 它的完工百分比是到百分之一百 所以对于主要材料而言 三千五跟五百 它是可以直接相加的 这就是特殊情况 在开始的时候 因为已经一次性投进去 所以它的总的数量 只是把三千五 加上这个五百是四千 那么辅助材料 它是陆陆续续投进去的 那么我就问你 三千五完工产品的辅助材料 有没有全部投进去 全部啊 它都已经最终完工了 那么我再问你 这个五百件再产品 它的辅助材料 投进去了多少 是五百份全进去了吗 不是 是五百份一点点都没有进去吗 也不是 它的百分比是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五百要乘上一个百分之六十 所以这个样子 你就把什么 哦 完工的和在产的 哎 不一样 你要把它翻译成一样的东西 不论你在这边用定额来翻译 还是用月当产量来翻译 都出来了 所以这道题它其实是什么 定额比例法 月当产量法 它都考了 好 再底下来 本月月出产产品成本 和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 金额这个是 第一行 月出 第二行本月 第三行合计 这种套路大家要熟悉 底下会不停的碰到这种 那么它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的地方 往上一抄 相当于就出来了 对吧 那这个地方 是什么 是金额的很冷实 月出的加上本月的 好 合计这个是什么 哎 最后就这么多啊 主要材料就54万 核计数就75万多 这部分金额要分成什么 不是直接把75万多的这个成本 总成本摊到完工的核在场里面去 要分什么来摊 分主要材料 辅助材料 人工费用跟制造费用 分成4块来摊 为什么 我们规及的时候 按照4块分别来规及的 我们算这个相关数量的时候 这4块的相关数量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类 把它归类好的这个 总的成本 摊到完工的和在产的里面去 刚才数量怎么说 已经交过大家了 现在这个是金额 那么底下你来看 要算的是什么 计算本月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的 主要材料 费用 然后按照月当产量 把计算完工和在产品的 辅助材料的 第三个算人工的 第四个算机器工时的东西 人工是什么呢 就是叫你分摊人工费用 第四个机器工时 叫你分摊制造费用 所以两个月当产量 两个定额比例 最后第五小望 计算完工产品的总成本 和单位成本就加走 所以这个题其实考了 当年这个题考了 其实还挺好的 但是你说绝对难度高吗 不高 它就是分门别类的 来考别当产量和定额比例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计算 首先计算单位成本 就是那个分配率 当然我们是要分成什么 分成主要材料 辅助材料 分成这个就是 这个人工 和这个制造费用 分成四个来算 主要材料 就把你归集起来的 54万 这个数哪来的 表上这里有 除上它的那个 把完工的和债产的 折算出来的统一标准 那个数量是什么 就是直接相加 因为是开始的时候 一次性进去的 所以3500肯定投进去了 500呢 在场了也已经投进去了 好 单位成本135 有了单位成本 乘上完工的建树 乘上再产品 折算出来的建树 支数 好 金额就分配下去了 好 这个是第一个主要材料 第二个辅助材料 38,000去除去 38,000哪里 这里 它底下的这个分子有了 金额 数量是多少 还是月亮材料 3500我就问你 有没有全部投进去 辅助材料 肯定全进去了 再产的500呢 平均完工程度60% 所以折成300个 好 算下来单位成本10 然后拿这个单位成本10 乘上完工的这个支数 就是完工产品分配的 乘上再产品 折合出来的 完工的这个支数 就是什么 就是再产品分配 当然你也可以把 38,000 你这里总数不是38,000吗 减去这个完工的35,000 那么再产肯定是3000 你说上面这个 你为什么不这样呢 也可以呀 54万减去47.25万 那剩下来就是6.75万 好 两个出来了 第三个 算总定额 这个7400 第四个总定额3700 刚才在省级的时候 已经读过了 所以你拿总的 规及起来的人工 14万8 这个数哪里来的呢 这里 14万8 除以7400 除下来 每个小时20块钱 所以你拿这个20除 呈上 这个是什么 完工产品的定额 这个是 再产品的定额 好 分别出来了 当然你可以拿总数 14万8 减去完工的14万 等于在产的8000 这里呢 这个你这个叫单位成本 总数 29,600 29,600 哪里来的 这里四个 这个数字 除上定额 对于我的制造费用相关的 3700 等于每个小时8块钱 你拿这个8块钱 去乘上 完工的定额 在产的定额 分别就出来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思路 有不同的小细节 来了四把 考的都是完工的 和在产品的 成本的分配 最后是总的 叫你完工产品的总成本 好 你前面已经把四项都出来 加总 你会吧 加总出来之后 你除上总共多少件 平均成本就出来了 或者是呢 你把每一项 这个主要材料的平均成本 辅助材料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人工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制造费用的 分别你把那个单位成本 把它加到一块 也能出来这个数字 那么这道题 就给大家算完了 所以你拿到一个题目 你看它这些的数字比较多 对吧 不用怕 关键你要理清楚思路 首先它考你考了什么东西 你在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 月亮产量跟定额比例 还有一个 你在它的这个题目上来问 它问的是什么东西 它考的都是 完工的和在产的之间的 一个什么分配 分配有几种方法 六种方法 其中一二三五是不太考的 扣除分配法 四六两种是常考的 比例分配法 定额 比例法和月亮产量法 这道题都有了 然后 两种方法 一个大的场景 完工的和在产的成本之间的分配 两种方法 定额比例跟月亮产量都考了 然后每个里面还都有什么小变化 那么这道题就给大家就说完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仍然是完工产品和在产品 怎么样分配成本 所以还是那个大的场景 不是六种方法吗 六种方法的第四种月亮产量法 我们说月亮产量法 它里边 分成什么 分成加权平均法和先进先出法 加权平均法上一讲讲的 现在我们要来讲的是先进先出法 我们一起来看 先进先出法指的是什么东西 假设本月先把生产线上结存的 上个月末 也就是本月初的再产品先把它做完 然后再开始新产品的生产 也就是废话 对吧 你根据它的这个名称 你也能感觉出来 你根据你一定要有一点的这个会计基础 你也知道先进先出法是个什么意思 那么它具体怎么算呢 我们这回先秀相关的公式 单位成本 也就是我们的分配率 等于本月的生产费用 除上和本月相关的月亮产量 你还记得加权平均法下的这个单位成本 是什么公式吗 它是月初的成本 再产品的成本加上本月的这个生产的投入 除上什么完工的数量 加上在产的折算过去的这个月当产量 这个加权平均法下是这么个公式 是不是这个公式呢 刚才那道题 你应该还是有点印象的 对不对 我们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主要材料的这个来看 这个54万是什么 你去看看这道题的这个54万给你的是什么 是不是月初的加上本月的 是分子是两个加起来对吧 分母上这个3500加上这个500 是不是完工的加上债产折算的对吧 那么你说如果他考的是定额比例法呢 那就是完工的折算出来的定额 加上债产折算出来的定额 所以他这个加权平均法 他的分子是月初加本月 现在我们重点要讲的是先进先出法 他的分子只有本月 只有本月 月初他不考虑了 这个是一大区别 分子上有区别 分母上也有区别 分母上的区别 这个是完工的数量 这个月总共完工的数量 加上这个月月末的时候 再产品折算成完工的这个数量 那么我来问你 你要有这个概念 这一部分数量 就这里的这个数量 完工的 本月一共完工了多少 和本月月末的时候 再产品折算成完工了多少 我就问你这个数量 是全部有本月生产的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不是 他月初有啊 月初不是有一块金额在那个地方的吗 月初有那个金额 他不可能什么食物都没有 他就有一个金额 他一定是月初的时候生产性上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债产品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有一些月初的时候 有一些金额对应的是这些债产品的 那么这些债产品 其实他也可以折成一部分 在月初的时候 他有的那个数量 对吧 所以我这里分母上的这个数量是什么 其实是 月初停留在生产线上的那个债产品 折算成产产品的数量 加上和本月生产相关的月当产量 所以加权平均法下的单位成本 这里再写出来 其实是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金额去除上我们的数量 只不过这个金额是什么金额 是月初的加上本月的 这个数量呢 其实也是什么 月初的加上一个本月的 就是什么 就是这里的这个月当产量 其实这个数量完工的和债产的折过来的 不完全是我全部是这个月弄出来的 但有一部分是什么 月初折过来的 好你看我的这个先进先出 有没有这个月初的这个部分啊 没有 通通拿掉了 只看我本月的部分 本月的金额除上和本月相关的数量 这个时候得到我先进先出法下的 这个单位成本 或者叫做分配率 这一点希望大家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极刚窃领的跟你说了 底下随着我们问题的展开 你一定要不停的要想到 我刚才说的这个极刚窃领的这个内容 好我们来看 先给你解释原因 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先进先出法 那肯定是加全平均法有什么问题对吧 如果加全平均法啥问题都没有 根本就不用引入先进先进先出法 好我们来看啊 假设材料在生产开始的时候 一次性投入 材料成本如何在 网络产品和产产品时间进行分配 这个就是我们假设的一个场景对吧 然后我们就来看啊 加全平均法平均的是什么东西 先进先出法又怎么算的 好数量 有很等事 直接就是数量啊 绝对的那个数量 没有折算的 好月初生产现场有20个 你说月初生产现场 为什么还会有啊 这个怎么这个怎么理解啊 同学啊 你其实没在工厂里带过 我也没带过对吧 但我看过 信息生产一般都是连续的 你说一般不是说什么盘点的时候 要停下来的吗 盘点一连下盘点几次 绝大部分时间之下 生产都是连续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把它划分成一个一个的会计期间 那是人为的划分 人为咔了一刀 4月30号 或是3月31号 我咔了一下 这个期间的期末 那么他的生产 这条生产现场还在转着 那么在4月30号 晚上24点整的时候 这条生产现场 完工的已经拿走了 还有一部分在产的 然后他同时还在不停的连续的生产的 所以这个划分是我们会计上人为的一个划分 明白吧 所以这个月初在产品指的是 在连续生产的过程当中 你在4月30号晚23点59分 59分 注意了 再过一秒钟 咔拍一张照片 看下来 这条生产现场 有多少在产品 20件 本月又新投入金须多少呢 又扔上去 70点 好 总共有90件对吧 90件 你在你这个5月份 比如说做完了多少 做完了80件 好 拿走 那么到5月31号 晚上 11点59分 注意大家 马上要拍照了 好 再过一秒钟 咔拍一张照 这个时候 月末在产品 这条生产现场 还有时间 这个数量的反弹是必须要的 否则 这个物质不守还了 那么我们再给你一些这个金额 月初20件好材料的这个成本 850 本月投入70材料的这个成本 840 那么假设它这个材料是一次性全部扔进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一起来解这个题目 那么加权平均反压 它是怎么做的 首先算单位产品 也就是分配率 它的那个公式是什么 月初的金额 加上本月投入的金额 所以是125加上840 除上 到你这个月月末的时候 你有多少件完工产品啊 80件 你的再产品折成多少件完工产品啊 10件 为什么10件 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接材料 是一次性的投进去了 所以这个10件在产品 我问你材料有没有已经全部进去 已经全部进去了 所以它虽然是在产 但是就这个材料而言 它已经全部进去了 所以就材料而言 它的完工百分比是百分百 那么这样一个式子 我可以把它的这个单位成本 分配率把它求出来 11 那么好 我有单位成本了 分配率了 那么这个材料的总共900多的成本 分多少到完工的里面去啊 呈上完工的键数 分多少到再产品里面去啊 呈上再产品折成的那个数量 的键数是 好 一个880一个110总共900多分配出去了 我们来看 上个月单位成本 影响本月完工和月末再产品的单位成本 这是不合理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想想看啊 我上个月的时候是上个月材料的单价 这个月呢 是这个月的材料的单价 对吧 而且你应该已经看出来 这个两批材料的单价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这里求出来的完工产品里面的材料的单价 和再产品的材料的单价是一样的 都是11 对吧 每一件都是11 就是我这里的这张表 是11 那么在月初的时候 也就是说上个月的时候 上个月月末 这个月的月初 生产现场有20件再产品 这个20件再产品材料已经全部进去 这个是多少呢 是150 所以材料的单价 一件是多少 是7块5 本月呢 我投进去了70件 然后呢 我总的这部分 70件的材料的金额是多少 是840 单价是多少 单价是12 诶 这明明两个单价 它是不等的 对吧 结果在加权平均法下 本月完工的这个80件 它的材料的成本是880 单价是10亿 而在产的这个实践呢 材料的成本是100亿 而单价也是10亿 所以明明是两批材料 它的单价是不等的 但在加权平均法下呢 本月完工的和本月在产的 这个材料部分的单价呢 平均了 所以它加权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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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什么东西啊 它是什么 上个月的单位成本 材料的单位成本 已经影响到了本月完工的和月末再产品的 这个什么单位的成本了 所以就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 它是具体是为什么会出这个11 上个月的这个成本是什么 单价是7块5对吧 单价是7块5 它对你的影响是多少啊 总共是90件对吧 这里是80个 这里是10个 总共是90个 上个月带下来呢 是20个 所以是 9分之2 那么新的呢 单价是12 它的占比是多少 是9分之7 这样一个加均平均 加均平均出来了11的这个单价 为什么说这种 是不合理的 你想想看啊 我们这个是什么 这个例子给你的是 上个月的单价是低的 这个月的单价是高的 如果反模特 上个月的单价是高的 这个月的新的材料的这个单价是低的 中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发生的是 换了生产的负责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个月啊 这个产品核算下来 这个成本太高 老板说把它免掉了 把原来的生产负责人开掉 那么给新的这个生产负责人的任务 就是你要给我降低成本 那么这个新来的人呢 就一研究了他的成本核算的方法 说 哎呀 上个月不是成本比较高吗 因为你用的是下均平均法 所以上个月结存 上个月月末 结存下来的那部分材料的高单价 还会影响到我本期完工产品和月末再产品的 这部分的什么单价的 所以我这个月哪怕降得再 就是做得再好 成本降得再低 因为他上个月的成本是高的 对我当月都会有一部分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月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数量 不能完全体现 我这个新任的生产负责人的工作成果 这就不合理了 是不是 前人的东西影响到我这儿 就不合理了 那反过头来呢 我的工作结果又会影响到我的下人 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 这个就是被前人所影响 这个就是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要尽量是什么 前人的影响尽量的在前人的技术上就嘎掉 嘎清楚了 结算清楚 不要让他影响到后人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新引入的先进新出法 你看看 瞧在先进新出法下 我们是怎么算单位成本的 我们说算单位成本 材料 它的公式不再是月初的加上本月的金额除上月初的加上本月的数量 不再是了 都是本月的金额除本月的数量 好 本月的金额是多少 840 本月的数量是多少 是70 你说是不是70 不是这个等式是什么 是20加上70 等于80加上10吗 对吧 那这个材料是一次性 开始的时候一次性投了 月初在生产线上的这个20个材料上上个月已经投过了 本月我扔进去840块钱 哎 开始了70件产品 哦 那就是就是对应了 对吧 材料因为是一次性投入进去的 所以这个840对70 材料上它因为是一次性投入 它正好是对的 所以我在算这个月末再产品的材料的单价的时候 怎么算 哎 直接就是840除以70 等于12块钱每件 就是12块钱每件 为什么你说这个月末再产品的单价 就是我投进去的这部分单价呢 怎么不被前面的这个影响了呢 因为前面的这个20件 我本月上来就要把它生产完了 我这个80件里面完工的是什么 有一部分就是这个20啊 先把这个20要做完啊 然后你把这个70本月开始的这个70再做完60啊 剩下来的这个10是这个70里过来的 对吧 还有一部分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20上个月的没做完了 先把它做完 然后本月开始70啊 这个70里面分两块 一块60已经做完了 所以这里过来20 这里过来60 合计构成这里的80 那开始的70做完了60 还有10呢 哎 月末再产了 所以月末再产的这个产品的材料的单价 跟你上下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哦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哦 我终于把什么把我前任的这个责任撇清楚了 这回你材料的这个月末再产品的材料的这个单位成本啊 真的就是我现任的这个什么工作的结果 合理 好 单价出来了 月末再产品材料的成本 你就是单位成本 乘上数量 这个数量本来10也应该乘上一个月 完工百分比的 只不过呢 材料是一次性投的 所以这个10件再产品的 虽然它是再产品 但是材料已经全进出了 所以乘出来等于100 那么你债产品的部分出来了 完工产品的成本部分呢 那么就是到底是了 就是什么 就是月初的 加上本月的 扣掉一个什么 扣掉我一个月末的 这个债产的部分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什么 完工的这个部分 上月单位成本不影响 本月月末再产品 单位成本 这是一个重要的改进 上月的单位成本 我们刚才看出来的是7块5 能不影响我们本月月末 再产品的单位成本是12 它现在算下来就是12 不影响 所以这就是进步 好 这个小例题就给大家示例完了 那么我们具体把它画出来 好 月初的时候数量有很等时 20个 好 数量又来了70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80加上10 这个80是哪里来的呢 有20是上个月没有做完的 20把它做完 然后呢 这里70里边呢 又要过去60 那么过去60之后呢 还剩10 到这里 就是月末的再产品 这个就是数量的很等时 那么金额呢 一开始月初的 这个是125 本月投入840 总共990 单价7块5和12 好 12 就让它是月末再产品的 单位成本的12 乘上数量 这个地方120出来了 120出来了之后 这个地方必须是870 到底就能把它挤出来 否则金额不守恒 那么这个地方870 你除上80 单位成本就把它出来了 好 这个地方的单位成本 为什么是10块多啊 因为有一部分 20 是7块5的 单位成本 有60 是12的 单位成本 那么这个价钱平均出来 实际不到一些 这个就是先进先出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小意思 稍微复杂一点点 刚才只是就什么 说 刚才只是就直接材料 现在呢 把什么 把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也拼上去 我们刚才说了 一件产品 它的料 工和费 折算出来的 再产品 它折算出来的 这个数量 可以是不一样 关键看它 料工费的这个投入 是一次性的 还是陆陆续续的 那么这道题目呢 我们就把它料工费 都摆起来 刚才那个小案例 只是摆了一个料 对吧 现在就料工费全出来 然后我们来算 假如假产品月初 再产品数量20 这个20件完工了多少呢 完工了60% 本月投入生产70件 本月完工80个 月末剩10个 这里的20 70 80和10 跟我刚才举的数量的例子 是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我多告诉你了 几个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 因为我牵涉到 公合费 所以要把那个 叫什么文工百分比 告诉你 好 月初的这个20 它完工了60% 月末的这个10 它完工了50% 原材料 料是一次性投入 这个跟刚才的假设是一样的 对吧 好 本月发生直接材料成本 840 跟刚才的数字也是一样 发生转换成本 就是公合费 584 月初再产品成本331 其中料多少 150 所以你看料的这个数字啊 就跟刚才是一模一样 对吧 期初150 本月840 期初是20个 本月投入70个 好 转换成本 现在把这个就是公合费的这种东西 都告诉你 假设债产品存货发出 采用先进先出法 就是先进先出法 用月当产量法 计算确定本月完工产品和月末 债产品的这个成本 所以关键 这种月当产量法 用这种方法来算完工的和债产品的 分别分多少成本 因为成本的总数你是很清楚的 成本的总数 分成月初的 对吧 和本月的 那么你最后可以要加总一下 对吧 那么月初的和本月的呢 你又是把它分开来的 有材料的部分 还有呢 转换成本的部分 转换成本包含公合费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是分别来看 关键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成本的这个加总啊 总成本你是很清楚 月初的加强本月的投入 那么最后一定要等于完工的和债产的部分 关键是完工的建数和债产的建数是不一样啊 你要把债产的折成完工的建数才能把什么 这个一个成本把它摊下去啊 不论你是家军平均法摊还是先进先出法摊 先进先出法只是用的是本月的那个金额 去除上本月相关的那个数量 好我们就来算 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数量 所以我们才把在前面画那张图上的时候才说什么 关于完工产品和债产品的这个成本的分配 其实关键是找清楚相关的数量是多少 那么就参考的定额比例和月当产量法呢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假设方法 把不同的完工的和债产的 把它统一成一个统统一的标准的数量 好我们来看这个题 月当产量法的先进先出 月初债产品20件 那么本月开始了70件 这个70件当中有60件呢 是本月开始本月就完工了的 这个两个凑一块 最后得到本月完工了 这80件 对吧 所以你要拿80减去 月初就在生产现场20等于60 这个是本月开始本月完工的 那么这个10是什么呢 是月末债产品的这个数量 所以你看啊 这个20和这个60 这个两个一加 加起来是什么 是本月完工的 这个60和这个10 两个一加是什么 是本月新开始的这个数量 从上到下三个行加起来 是总数90 不论是你是20加70 还是80加10 都是这个逻辑关系 90 所以这个第一列 你首先要会 你先你先把 你先别看其他的 你先把数量 你先搞清楚 这里A B和C Q等于A加B加C 你数量搞清楚了 我们再来看右边的两个 对于料和转换成本 它是不一样的 料是开始的时候 是一次性投进去的 那么我来问你 在月初 也就是上个月的月末 生产线上 已经有20个债产品了 由于他们已经开始了 料是开始的时候 一次性投进去了 所以这个20件的料 我问你是上个月投的 还是本月投的 是上个月投的 是上个月投的 是上个月投了 20件的料 那么我问你 本月你这20件料 投了吗 没投 或者说我投的百分比是 零 这个就是料 对于月初债产品 来计算它相关的这个数量 好 再来看第二行比较简单 本月投入 本月完工的 那么60个 那肯定是60件的料 进去了 最后一个词 月末债产品 月末它还没做完 肯定是什么 本月开始 这个两个加起来都是什么 就是本月开始的70 那么本月开始的70 它还没做完 但是料呢全进去了 因为开始的时候 一次进进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10 所以你把它这三行加起来 从上到下 本月相当于投了料是多少 是70 你说这简单 这个不是我们上一个小案例 不是就已经分析出来了吗 这个数量上是20加上70 等于80加上10 对吧 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我是清楚的 那这70件的料 相当于是完全是本月投了 对啊 你看这边加出来就70 对吧 好 关键是转换成本 变化变化在这里 月初的债产品 它的完工百分比是60% 也就是说到上个月的月末 它已经做完了60%了 那么本月你要把剩下的 那个40%做完 所以你跟你本月相关的数量 是多少 是40% 所以你看第一行 它的那个完工百分比 都是一减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是8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20里边的60% 就是有12 它是上个月就已经什么 做完了的 你本月只要把剩下的 那个48%给它做完 就行了 好 这个是第一行 第二行 这个60本月开始 本月完工没什么好说 对吧 好 最后一个呢 月末再产品是本月开始的 做完了多少 做完了50% 那么我你本月做的相当的 折算成的那个数量 数量是5 那么我如果改一下 这个月末再产品的完工 百分比是70% 那么相当于本月做了几个 7个 10成的70% 为什么不是一减70%呢 因为你是本月开始 本月还没完工呢 到本月结束的时候 你做了70% 那就是70% 百分之70% 这个月做的了 所以这个最后一列 从上到下加一下 是73 所以在先进先出法下 料 它跟本月相关的数量 是70 这个转换成本 就是这个公合费 跟本月相关的这个数量 是多少 是73 好 这个是准备工作 底下呢 就要计算我的单位成本 计算表 好 这个是什么 331等于 100 我不加上181 这个1424等于 这个叫什么 804等于584 这个是题目 这个两行是已知的条件 月当产量 刚才已经算出了 70和73 所以单位成本是什么 你千万不要用 总成本去除去 总成本去除去错 我们这里是什么 是先进先出法 它等于是什么 本月的金额除上 本月的数量 本月的金额除上本月的这个数量 70和73都是本月相关的数量 所以你要用的是什么 是本月的金额去除去 所以除出来一个是12 一个是8 单位成本 好 总成本这个是加总 没什么话好说的 最后成本分配表 注意这张表是教材的逻辑 我们先讲教材的逻辑 月初债产品的成本 题目一致条件 月初债产品本月加工的成本 本月加工的成本是什么呢 是由这个你求出来的 跟刚才是什么 本月数量相关的那个单位成本 好 跟什么 这个相关的这个数量 这个A在哪里啊 A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0 这里是8 所以呢 你看这里是0 这里是8 这个12和这个8是什么 是我的这个 刚才求出来的这里的这个12和8 这个是这里的单位成本 这一行 第二行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把上个月还没做完的 那个20天把它做完 你花了多少钱 这里为什么是0呢 因为20件的这个料 上个月已经投过了 所以你本月不需要再花材料相关的成本了 这个64是什么 是上个月A做了60% 还有40% 是本月做的 跟这个相关的 好 第二行是把上个月没做完的 先把它做完 第三行是本月开始本月完工的 好 这个件数是多少 就是60件 这个12和这个8呢 是我刚刚求出来 在这张表里求出来了 这个单位成本 所以完工产品的成本 包含哪几部分 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上个月月末留在这里的 第二个部分是把上个月没做完的把它做完 这个两行加起来 第一行加第二行是把上个月的那个留下来的20 做完的 总成本 总成本包含一部分是上个月发生的 一个月是这个月发生的 还有一块 就是这里的油乘上币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本月开始本月完工的 所以你三块加总起来之后才是什么 就是这个150加上0加上720等于这里的870 这里的181加上64加上这里的480等于这里的什么 725 这个是完工产品的这个成本 那么月末再产品的成本呢 是怎么算的 是拿我们前面算出来的这个单位成本 12乘上8 再乘上这个C C是什么 C是月末再产品折算成A 那个数量 就是月末再产的 有多少是本月发生的 都是折出来都是本月发生的 这个10和这个5 这个C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10和这个5 乘上我们求出来的这个分配率 12和8 这个样子把它做完了 那么我们说 这张表是教材的先见先出法的逻辑 但是呢 有点笨了 这个方法 不是最巧妙的方法 最巧妙的方法 我们这一页很快可以做出来 我们不是说 为什么要有先进先出法 就是不要让上个月的单位成本 去影响我本月月末的单位成本 对吧 那么我上来在第二张表上 已经把单位成本12和8 给它求出来了 那你直接拿这里的U 去乘上这里的这个C 也就是说上来应该先可以把这一行 最后一行可以把它算出来 也就是说在先进先出法下 先算什么 先算再产品的这个成本 再产品的这个成本应该是一下就能算的 比较快 再算什么 再算产成品的这个成本 为什么 你再产品的出来产品的成本倒几下就出来了 对吧 你看这里是120对吧 总成本是多少 总成本是990 990减去120等于870 那不就870吗 这里你看再产品是40对吧 这个总的成本呢 765 765减40 725 725呢 这个725 对吧 所以这种方法 我说先进先出法下 同学们 请你听好了 先进先出法下 求出单位成本之后 先算分给再产品的那个部分 产品的那个部分 倒几 这个是你考试的时候 最快 也是最不容易错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用情绪的数字 用的越多你越容易错 对吧 我用情绪的数字用的少 就越不容易错 好 这个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 这种方法 先进先出法 那么 就是我这里讲的 成本分配表 强烈推荐 先算再产品 更快更好 那么怎么计算呢 刚才就已经说过 这个大家 要重点掌握 如果他表头给你 就是这个数字 就是刚才 就是 就是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话给你 那你没办法 只能用教材的这个逻辑 他如果没给你 你自己写 你就用我这种方法 就结束了 就是 好 最后呢 我们来追一下 刚才我们算的是 先进先出法 那么如果用 加权平均法 又怎么做呢 用月单产量法 计算本月 网络产品和 月抹债产品的成本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单位成本的一个概念 单位成本 加权平均法是什么 是月初的金额 加上本月的金额 除上 月初的数量 加上本月的数量 月初的数量这么多 折算了 再产品折出来这么多 跟本月相关的数量 折出来这么多 加一块 就是到月末的时候 一共有多少 一共有多少 就是完工产品 加上再产品的 这个月当产量 这个是加权平均法 下的公式 先进先出法下的公式呢 就是本月的金额 去除上本月相关的数量 这个是我的单位成本 好 这个是两者的这个比较 好 现在我们要来做一做 加权平均法下是多少 我们来看 月初331的这个数字 是给你的 这个1424的这个数字 也是有的 总成本的数字 也是有的 月当产量 这回这个Q跟刚才的Q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先进先出法 只是跟本月相关 加权平均法 是月初的 加上本月相关的这个数量 是累计的 到月末的时候 你有多少件完工 80件完工 再产的有多少件 有十件 只不过这个十件 你要去进行折算了 材料因为是一次性 全部进去了 所以这个折算的 这个材料的月当材料 赞产品的月当材料 就是十 这个是材料 那么转换成本呢 它平均完工百分之五十 所以是什么 是五 所以这回它的那个 相关的数量 料是多少 料是八十加上十 转换成本的是八十 加上这个五 这个十和这个五 是什么东西 正好就是我们前面 做准备工作的时候 这里的这个十和这个五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算这个月当材料 然后你有了月当材料之后 就可以算单位成本 单位成本 注意这回是用的是总数 去除上你相当于是总的 总的金额去除上总的这个数量 然后这回呢 我们强烈推荐 先算完工产品 加权平均法下强烈推荐 先算完工产品 为什么 因为完工产品的这个数量 八十是确定的 好 八十乘上单位成本 十一 八百八 八十乘上这个单位成本 九七八 好 这个是一千六 那么这个月末再产的呢 你把这个总数把它倒几 990减八百八等于一百一 七六五减去七八二等于四十五 这个是倒几的方法 这个是这里倒几的方法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你这个单位成本 不是出来了吗 那么你材料这一块月末再产 十件 再产品折完工的多少件 也是十件 所以十一乘上十 也是一百一 那么转换成本呢 月末再产的十件 折多少件 完工产品折五件 所以五乘上九 四十五也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在加权平均法下 这个单位成本出来之后 先算完工的更快 在先进先出法下 单位成本出来之后 先算再产品 月末再产品更快 希望同学们好好比较一下 那么最后呢 我们会用这张图 把加权平均法和先进先出法 做一个总结 怎么总结的 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这幅图 最上面的这一块 这个色块 指的是实际的这个数量 这个实际的数量 其实就是我们数量的横等式 月初有二十个赞产品 加上本月新开始的七十个 总共是九十个 这九十个呢 本月完工了八十个 那么月末剩下来的十个 就说的是这个数量横等式 你看没问题对吧 好 第二行呢 是为我们的这个叫 月当产量做准备的 这个月当产量呢 它又分 它分成料和公费的部分 料由于是开始的时候一次性投入的 所以月初的那个二十呢 再产 这个料是上个月投的 本月新开始的这个七十呢 这个料是本月投的 所以你看用白色的这个部分 表示二十是上个月投的 黄色的这个或者叫橙色 不是黄色 橙色的七十呢 这个部分表示是什么 是本月投的 好 第二行我们先不看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料的部分 看这个部分 看这个第三块 算直接材料的这个单位成本的 这个部分 在我们的加权平均法下 我们的单位成本是 月初的金额 一把五白色的啊 白色的表示是上个月 对吧 加上什么 加上 本月的金额 八百四 所以是一百五 加上八百四 加起来是九百九 那么数量呢 数量其实也是月初的 在产品折算出来的这个数量 加上本月 投进去的 折算出来的这个数量 你可以这样的看 材料 我就问你 上个月月初 投进去多少材料 二十 二十件 对吧 本月投进去多少件 七十件 在这里嘛 二十和七十 对吧 所以是多少 是九十 所以九百九除九十 得到单位成本是十一 这是一种算法 还有一种算法 就是我们讲 月当产量的时候 说的 你不是完工了八十 和月末十吗 完工了这个八十 材料肯定全进去的吧 月末再产的这个十件 由于它是材料是开始的时候 一次性进的 所以这个材料呢 是什么 也已经投进去了 所以是九十 只不过这个九十件的这个材料 不全是本月投进去的 有一部分是上个月投进去的 所以你看 用上个月的金额 加上本月的金额 白了加成的 除上的是什么 除上的是上个月的材料的件数二十 加上本月的材料的数量七十 也是白的和成的 所以分子分母都是白的加成的 白的表明上个月的 成的表明本月的 最后就是什么 就是十一 这个是下军民进法 那么再看先进先出法呢 先进先出法 不是上月加本月了 本月的金额除上本月的数量 本月的金额是多少 八百四 橙色的 本月的数量是多少 七十 投进去了 除出来是十二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先进先出法下完全是橙色条 来除 加均平均法下是混色条 是白色混橙色 分子分母出出来 好 这个是月当产量 以及算材料部分的单位成本 我们再来看公和费 以及算单位成本的这个部分 公和费 首先要把这个月当产量要搞搞清楚 你想想看 先进先出法下 我们先来看一个复杂的先进先出法下 先进先出法下 月初的这个二十件 完工了百分之六十 说明有十二件是上月就已经做完了 本月你说先进先出先把这个二十件做完 所以这个二十件当中本月只做了几件八件 所以这个下面的十二是白色的八件是这个青色的 那么这个七十里边呢 有六十是本月开始本月结束了 对吧 这块比较简单 就是青色的 完全跟本月相关的 最后剩下来的这个十呢 平均完工百分之五十 所以本月做完了五还有五白色的跟本月已经没关系了 是下个月做完了 所以这个青色的八加上六十加上五 这个七十三就是我们这个转换成本 就是工和这个费部分和本月相关的这个数量 就是这里的这个七十三 那么在加权平均法下呢 加权平均法下 是什么 是上个月折合上个月月末的时候折出来的这个数量是多少 是十二 十二怎么出来 二十成了百分之六十 再加上本月相关的这个数量 刚刚算出来七十三 所以等于八十五 这个八十五又可以用一种什么方法说的呢 这种方法你不熟悉 是我启发你来说的 你熟悉的是什么方法呢 你熟悉的是这个上个月开始了二十件对吧 月初再产品二十 本月新开始七十 总共九十完工了八十件 月末再产品十件 好完工的部分 月当产量当然就是完工百分比就是百分之一百了 对吧八十 那么这个没有完工了这个部分 平均完工了多少啊 百分之五十 所以是十件成长百分之五十 这个样子你算出来八十五 这里是会的 对吧 所以这里的是这个八十五 但是我提醒你 这个八十五其实是什么 这个八十五件不完全是本月做出来的 其中有一部分是多少 就是这个十二 这个十二十多 就是月初的那个二十成长 它对应的完工百分比百分之六十 这个十二其实是上个月做出来的 所以在你完工产品的数量 加上再产品的数量乘下 相应的完工百分比 这种算法之下算出来的这个总的月当产量 其实是上个月留下来的 折出来的那个月当产量 加上跟本月相关的这个数量七十三 这个八十五是这么出来的 所以这个八十五其实一部分是上个月的是白色的 一部分是本月的是青色的七十三 所以是白色加青色加起来数量七十五 金额上呢也是上个月的 这个月初 一八一本月五八四加起来七六五 所以我们加权平均法下的单位成本 你记住公式就是哦 月初金额加本月金额 一八一加上五八四 除上什么 其实是月初数量加上本月数量 就是十二加上七十三这种 或者呢 这种是你更加熟悉的 好算出来 八十五等于九 单位成本是九 但是你要记住加权平均法 其实是月初金额 加上本月金额 除上月初数量 加上本月数量 新经新出法下呢 就是本月金额 除上本月数量 本月金额是多少 五八四 完全是青色的部分 本月的数量是多少 七十三 我们说的是公合费的 不要跟料混 也是青色的部分 所以就是纯色的青色除青色 这个是新经新出法 混色白色混青色 代表月初加本月 这个是什么 是加权本月法 这张图 尤其是这种理解方式 有点绕 但是这个是本质 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一开始 你们学的这个 完工的八十 加上实践的这个债产 成长它的完工百分比 这个建数 是加权平均法下的 总的月当产量 完工的和债产 放一起了 只不过呢 这个东西 不是全部由本月弄出来的 有一部分是上个月 已经弄了一部分了 留在什么 留在月初的那个债产品里 你这种方法 没有理解明白 没关系 最后你要记住的是 加权平均法 它的单位成本的这个公式 是月初 加上本月的金额 除上什么 完工产品 加上再产品的这个月当产量 那么新进新出法下 它的单位成本的公式 等于就是本月的金额 除上和本月相关的数量 本月相关的这个数量怎么说 前面这个有表格 教你来具体做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总结了 加权平均法和先进新出法的 特点 最后浓缩在 这两个套路化的这个公式里面 好 本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